接下來的環節就是心機研習社 今天我們會談談 喜歡和愛有什麼分別 這真是千古難題 喜歡和愛, 我聽過一句詞 我經常把這些東西留下 就是喜歡就是你會欣賞人的優點 而愛就是你會包容人的缺點 我喜歡很容易, 但我越來越感受到愛 就是我經常看著我兒子 我真的覺得… 我愛他 是愛, 很濃的愛 那真是永遠一生的愛 我覺得這件事很強勁 近年把這個愛打得很入 我想知道是怎樣的 你看著他, 你的感覺是… 你真的可以給他一條命 如果他說要你的命 你真的可以給他一條感覺 那件事很濃 因為純粹是日圓的關係 你看著一天, 你會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重要 就算他變成什麼樣子 他什麼樣子也好 你也可以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他 真的大到這樣, 我真的沒試過 你說得我很想嘗試一下 你也說得我很想要我生小朋友 首先要遇到 對, 我也有… 你剛才這樣說 就是為他奉獻 我又想到他第二句詞 是 經常愛很多 也有人問這個喜歡跟愛有什麼分別 好像佛祖也有說過 就是喜歡就是你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 你就會想摘住它, 擁有它 是喜歡 但愛是你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 你會想天天幫它淋水 滋養它, 讓它可以繼續成長 對, 是這個感覺 對, 你就想照顧你的小朋友 無論如何都希望他健康派 你會連我身體自己的營養 給他也有那個感覺 我想說一個例子 因為我經常很糾結這些個案 譬如你很愛…情侶個案 你很愛這個男生 愛是不及教條件 然後和你包容 去包容他的缺點 如果他真的犯了很多次… 很多次的錯 譬如有出軌之類的 但你真的很愛他 你是選擇離開他, 還是繼續愛下去 這是甚麼案子 愛又不可以迷失自己 對 糾結和矛盾 你一直包容他 究竟這種是愛嗎 不是 還是只是喜歡 蠻目負出 蠻目的氣敷 因為你連最基本的愛自己也做不到 我不相信你是懂得愛另一個人 當一個人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都留在他身邊的時候 你連對自己好一點也不懂 你知道甚麼是愛 而且你可能也愛了另一半 他會繼續這些行為 你縱容他, 由他繼續犯錯 其實也不是愛他的行為 他永遠都學不到甚麼叫愛 對, 你不等於愛他 你只不過是完全可以縱容一件 更加錯的事發生 錯的事 但說了這麼久, 感覺很空返 是時候有些事情發生看看才行 好 我們就給一些情景提交給我們 今天的嘉賓Fred和主持之一 Winky戴小姐演出的 情景很有趣 是 首先有Fred做一位瘋狂支持者 在我們公司門口不知道等了多久 終於被他等到的偶像 對, 真是大小姐, 出來了 辛苦你了 真是我的偶像 可以的, 因為真是辛苦你了 你要用你的方法 去表達你的偶像是愛 而不是純粹的喜歡 你要演出那個分別 好 他們倆準備好了 那3、2、1, 開始 玲玲, 我等了你很久了 你怎麼這麼晚才出來 有什麼幫到你 我買了一束花送給你 我知道你很喜歡玫瑰花 但是呢, 我還買了一些維他命 那些 謝謝 是啊 好 你…你記得我是誰嗎? JoJo 謝謝 你真的忘記了嗎? Fedrick 對 Fedrick Fedrick 你真的愛我 謝謝 謝謝 我很愛你 我真的愛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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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再見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感覺到很愛 我感覺到很尷尬的愛 很尷尬… 愛就是尷尬 對, 愛是尷尬 辛苦了 但是呢, 這個好像還沒結束 我還要反過來 我還要反過來 對 對 粉絲的角色, 再示範吧 好 那我們由3、2、1, 開始 Fedrick 我再說回來 Fedrick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喜歡 你 對 我愛你 我也愛你 謝謝 我走了 辛苦了兩位的表演 很尷尬 是的 先說兩位的表演 我覺得首先Fedrick 他一開始做風寬粉絲 我在門口等Winky 真的好像平時我們上班 看到在門口等他們偶像的朋友們 重點是 你還記得我叫什麼名字? 你還記得我是誰? 這才是重點 你真是… 很可憐 有時候被人問, 你還記得我嗎? 你還在想 看到我什麼名字? 你還記得嗎? 我們上次拍過照片嗎? 上次的那個表演 對, 我經常是這樣 對… 其實也很感激他們 對 很感激 但有時候真的沒有記性 不記得了 不可以不記得 然後就會出現Winky 剛才的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容 沒錯 因為我覺得剛才我的情況 Fedrick這個偶像 更愛這個粉絲 他竟然停下來 他停下來, 聽粉絲說話 其實這個情況是很難成立的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粉絲 然後有很多工作人員 很難會製造到這個時刻 我想製造到這個時刻時 粉絲一定很尷尬… 只是兩個人 然後這個偶像還跟我說了一句 我愛你 對, 我記得最後這句… 最後這句 其實你給了一個很大的… 但真的不同層次 我覺得可能一個粉絲很愛… 但偶像不想令你失望 他在喜歡的情況下 說了一句愛, 都是有分別的 你說得很精準 我在分析戲劇的對白 對 Fed跟喜歡同時出現了 是 但阿賴的表現很純情 很純真, 真的… 對, 很簡單 你愛你 是, 簡單, 真要 我覺得這句經常要請Fed 為Winky的表現打個分數才行 他真的能表現到愛和喜歡的不同 他真的能表現到愛, 我感覺到 十分 我還沒分他 對, 你要 十二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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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畢竟Fed 你來了第二次做嘉賓 不如你又分享一下有什麼可以 其實以往都對機心、心機 也不會想太多 可能我經常會說, 你多想了 你看著我, 我還想看那邊 對, 想多了 他也有看這些東西 其實… 想一想一想 有誰沒有機心 其實要看你如何運用 以及對方如何接納你這個機心 沒錯 愛你的話就會覺得好, 對吧 好, 我們希望下一次 繼續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 不同的機心的情況 下次再見 再見… 憑著Winky, 努力地把心機化成力量 成功令到平均分數微升 向心經女王的寶座又邁進一步了 加油